词曲 李宗盛 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再来学习《轮椅讲记》 《学儿篇提要》 我们接着学习《写入老人提要》中的 《指下约弦弦弦预设章》 《指下约弦弦预设是有信》是一段 《指下约弦弦预设章》也分二段 《下段发议论》 《上段说事实》 有两个难处 《手记弦弦弦预设》 《好弦不好美设》 《无头无脑》 《又虽约未学》 《不是指下说的》 《上一段的宗旨》在于 《此事皆明人伦》 《在家夫妇》 《父母兄弟》 《在外君臣朋友》 《五轮》中 《经文》只说明四轮 《其实也包括五轮》 《留身受位》 《贤弦弦是官居之意》 《官居是文王未结婚时》 《未将来的治国齐家》 《思想找一个后辉》 《古来国家乱》 《都是先内乱》 《例如包氏》 《内喜》 《乃至武则天》 《杨贵辉等》 《都是里面太太乱》 《文王思想找贤妻后辉》 《这个就很关键》 《因为夫妇是家庭根本》 《如此解释说明》 《这一章的章法》就记住了 《接下来》 《虽约未学》 《无必未知学矣》 《上纪》 《上纪》是能行这等事则说的 《上纪》就是能实行这些事情的人说的 《下纪》 《无必未知学矣》 《这才是指下说的》 《四书便于说》 《四书便于》这本书上说 《指下伪设之言》 《指下伪设之言》 《就是假设的话》 《刘正所云》 《其人既能此等知识》 《而自言未学》 《这些说法》都可以接受 《指约》 《指约》 《金子不重则不微章》 《指约》 《金子不重是主中性》 《是一段》 《上二句》 《是病》 《下一句是智》 《四段是环境防范》 《上句防染》 《下句自省去灰》 《凡能去灰》 《皆可约如己者》 《君子不重则不微章》 《这必须做一张书解释》 《不可分开》 《句句解释》 《可以分二段》 《指约至主中性》 《为上段》 《后二句》《为下段》 《求学的君子》 《既然求学》 《重要在学问道德》 《这二则的有无》 《完全是乘于中行于外》 《都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呢?》 《主中性的人稳重》 《沉得住气》 《不稳重》 《就不微于》 《那他所学的》 《断定是不坚固》 《飘飘浮浮》 《那要怎么办呢?》 《主中性》 《孔子的主张》 《现在中性二字》 《中是成》 《这是服药》 《只要有中性这二字》 《有中性这两个字》 《就必能稳重》 《但是只有这个仍然不行》 《无有不如己者》 《以下是环境防范》 《不如己者的二环境》 《不与他来往》 《就要挡住》 《朋友》 《当然还不如自己》 《比自己差》 《那么这个人事环境》 《就不好》 《这个不能与他来往》 《就要挡住》 《为什么来二环境》 《万法》都是自招 《都是自己招敢来的》 《所以下一句是自省去灰》 《过则勿但改》 《自己反省去掉不对的》 《有过失》 《就必须不断的改过》 《能如此》 《那任何人都可以结交》 《就是人只要他能改过》 《那么我们都可以跟他结交》 《红指是有交无类》 《凡是能够去灰者》 《这个灰就是不是不对的》 《能够去掉》 《都可以说如己者》 《能改过的人都与我一样》 《或许比我好》 《从前子录为太保》 《断肝木为强盗》 《信朝的周楚》 《后来都成为贤人》 《能改过善莫大焉》 《所以人亏甚闲俗能无过》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那么这个跟佛法讲的一样》 《那么这个跟佛法讲的一样》 《就是我们能忏悔》 《就是改过》 《那这是最大的善》 《最章一去读下去》 《练它五十遍就可以讲了》 《所以这个书还是要多读俗读》 《读书千遍奇异之限》 《那这是写入老人》 《给我们讲这张书念个五十遍》 《就可以讲了》 好 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 下面这个提要 提出《指约父在观其至章》 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 祝大家不会增长 法喜众满 阿弥陀佛